嗨,大家好,今天我跟大家介绍一道我们本地人见人怕的美食 除了我们本地之外的那些人,看来都会害怕 有密集恐惧症的朋友,千万不要看了 来,我带大家一起看一下这个小刚 这里有一小刚的酸粥 这是我们广西南宁这一边最有名的一个美食 里面现在有很多的那个益生菌呢 就是小虫子的 这是用米饭放到里面去,然后拿那个酸粥的那个种子放进去 什么是酸粥的种子呢?酸粥的种子就是小虫子啊,益生菌 把它放一起,那么它就会发酵了 大家看了可能不敢吃哦,可能做噩梦都有啊 我现在来扩大给大家看一下啊 现在我用的是手机的二倍镜 你看拍出来有点 那个动动的啊 他们活动非常活跃 大家看旁边那里,那里的是那些益生菌呢 就是小小小小的那种虫子 它发酵了就变成这样 现在是三倍镜啊 我开到最大给大家看一下 这旁边放着的是一个捞勺啊 来 现在是两倍镜 我把它开到最大给大家看一下啊 有密集恐惧症的朋友千万不要看啊 来了 大家看 这上面看着像水流一样的啊 那里就是益生菌了 这种酸粥里面这种益生菌啊 越多就越好啊 那酸粥就越酸 这是我们广西南宁最出名的一道黑暗美食 嗯,这个吃饭 拿来送饭很香的 它盖子上面也有哦 来,现在我们来找一些几书 拿回去做美食 拿几个辣椒回去放到里面去 更香 奥 先把它盖放在地上 再收到几乎 它明天 几乎 食材 鱼 油 水 油 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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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煮粥 說外說呢,只要夾一點的習慣 稍微不會那麼專 現在高溫這麼煮 那些蒸菌啊 那些小蟲子都死完了 我們就會全部都藏在我口中的裡面 嗯,好香喔 要是這種拿來送酒最好的 平常我們過節一桌的肉 然後都不吃,全部都是這一種 太好吃了太香了 酸酸甜甜辣辣的 OK 開飯 看這個 這個拿來放上面也好吃 反正 不用肉,不用菜 只要有這一個,哇 就可以 酸酸甜甜辣辣的超好吃 酸酸甜辣辣的超好吃 嗯 很香 嗯 嗯 嗯 在我們廣西可能還有很多地方不會吃這個 這個美食啊,它還上過電視台唷 很厲害的 嗯 太棒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啊 嗯 嗯 好,今天我們這個視頻就先分享到這裡了 希望這個菜 大家敢吃嗎 哈哈哈 大家拜拜,我們下期再見了 先吃飯了 好 嗯 好 好 這就是 好 好 呢 感谢观看